昨天看完娛樂 今天都要跟大家說一些疫情 先多謝論行顧問贊助這條片 1月29日終於都輪到影葵樓和下葵樓解封 街坊立即去探望個美好的早餐 不過不要忘記葵聰村都有居民確診去了竹高灣 有居民就投訴竹高灣幾個工作單位非常混亂 事主說她丈夫在竹高灣發燒之後確診 沒有人幫他們隔離換房和消毒 現在小朋友都開始發燒了 要在竹高灣叫白車 期間有民安隊打來說小朋友確診 白車來到醫護就說只是收發燒 確診不是他們做 在同竹高灣醫生Fact Check之下才知道 醫生根本未看報告 還反問誰跟事主說小朋友確診 事主都不理得那麼多了 送了發燒的小朋友去急診室才算 去到人際做檢測 當然又是等 期間衛生署職員打給事主 問他是不是在竹高灣 事主就說在醫院 職員再問 那你先生還在竹高灣? 事主就說先生26號已經去了北大嶼山 職員才驚訝 你先生在北大嶼山? 事主非常不滿 竹高灣運作亂到七彩 也指責議員不知去了哪裡 網民都同情事主留言叫他加油 祝他們一家早日康復 葵聰村解封雖然今天錄得下葵樓多一宗個案 涉及多一個單位 但是張竹君就說 這三棟大廈其實現在我們覺得那個傳播鏈 大那個傳播鏈應該基本上截斷了 但是大家都不會掉以輕心 葵聰村的居民還是繼續需要接受檢測 而全港今天新增超過70宗初步確診 120宗確診 當中86宗為本地感染 11宗源頭不明 11宗裏面有8宗懷疑Omicron 患者分別住在新葵方花園C座 亭圖雅苑三座 和藍田麗港城等等 2宗懷疑Delta 1宗住在深光中心第二座 1宗住在壽毛平禮達樓 在彩雲商場工作 最後1宗暫時未分類 住鳳儀街21號 新增確診人士裏面 包括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圓學院第三中學 再多4個學生感染 金鐘遠東金融中心食市香港地 就有2個水吧工作人員感染 以及再多1人 在1月16日去過旺角寵物店 Little Boss懷疑受感染 另外再有警務人員染疫 警方說初步確診的是36歲男警 住手警總 他1月20日探過住葵沖村的家人 所以要強檢 結果初步陽性 他最後一日上班是19日 工作期間都有戴口罩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 已經有第七個警務人員 確診或者初步確診 當中有幾個分別住爆疫葵沖村 包括層封樓禁足的日葵樓 影葵樓和下葵樓 因為有份出席洪門燕而短暫住過竹高灣的警務署署署長蕭澤儀 今天就去電台接受訪問首次回應洪門燕事件 所謂生日派對性質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我們每次出席任何這些社交場合 我們都是一個目的 希望加強溝通 他還強調 警隊過去20年來都很著重與市民溝通 但是今次經一事掌一致 疫情未有改善都會避免出席類似的社交場合 另外政府就預告想在2月24日擴展疫苗氣泡到所有食肆 安心出行都update了 打了針會霜藍色 未入針卡資料就紅色 不過都有市民不滿疫苗氣泡 還入稟申請司法覆核 今天疫情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like comment share 記得訂閱我們 下條片再見 拜拜